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嘉义县原老学院成立于21世纪的第一天 成立的意义宗旨是在做保育宣导 还有学术研究 以及野生动物的救伤等 1月18日那天 刚好是一个国际的黑面普查日 就是鸟友通报在布袋巴塘西出海口那边 发现几只摊卵在摊地上面的黑面皮鹿 研判可能是肉毒感染中毒 然后就取种这个机制 紧急地赶快通报给县政府保育科 就是做一个救援的动作 山麻雀是做一个保育行动 现在估算全台湾差不多低于500只吧 比黑面皮鹿还少 栽种鸟属于血居型的 它们就是会煮草 可是它们不会打动 我们就提供人工草香 让它们去繁殖 希望说我们能够继续做下去 让我们的环境更有未来 不要一直遭受到这些开发的破坏 这样子 现在不保育 将来我们的儿孙就看不到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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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